大南方计划启动南方的崛起 产业转型是高雄往前迈进重要的一步 预计可以创造超过一万一千名的就业 除了台积电以及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之下 整个北高雄的房产市场 势必出现脱胎换骨的一种方向 桥头科学园区 就是攸关下一个世代高雄产业成长的关键基地的所在 台湾未来50年的建设发展 将锁定高雄跟台北成为国际双核心首都 高铁加上科学园区所带来的高科技产业 跟科技新贵家庭的移入 就像是竹科跟南科一样 已经成为提升区域价值的成功模式之一 所谓的大南方计划 就是从南科到高雄桥头科学园区 直到屏东园区 将高雄定位为科技廊道核心地位 近期台积电高雄设厂消息传出之后 再加上本来已经签约进驻的 玉岳光 智威 国具等15间大厂 北高雄半导体部落逐渐成型 南漂更成了最近重要的关键字之一 产业转型是高雄往前迈进重要的一步 所以现在投资高雄是最好的时机 也提供最好的环境 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加上绝佳的交通地理优势 让具有国际级城市规格的高雄 也吸引了国际级企业的进驻 像凯悦国际饭店的进驻 结合世界级展览的高雄美术馆 在台北的话就像是大安森林公园 跟新一计划区结合的豪宅特区 在政府的大南方计划里头 北高雄的科技产业廊道 就是从路逐到桥头到男子 而当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要的男子设厂消息一传出 就把许多本来在这边经营的 很多的隐形冠军产业 一下拉到户国群山的层次 而这些拜高科技师次 所产生的一些企业主和科技新贵 在购物的选择上面 肯定要以最优质的地段为目标 而北高雄的美术馆特区 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国际观光饭店和豪宅 结合的案例 包括敦北的文华东方酒店和文华院 以及大直的万豪酒店和西华富邦 因为它产品规划具有地标性和特殊性 所以它们的价值其实是 往往跳脱市场行情的能力 在可预见的未来 在台积电以及相关高科技产业的 一个连锁的带动之下 再加上国际观光饭店的经济 这个对于城市的发展 亦将出现一个脱胎换骨的效益 而北高雄的房产市场 甚至尤其是美术馆特区这个区域 其实它未来可预见的 一定会出现一个价量奇洋的荣景 后市非常值得期待 我想目前在台湾 要同时拥有山和海 还有森林公园 这样的一个景观 这样的条件 我想大概只有高雄美术馆特区 那同时呢 这个凯越饭店选的这个位置 又是在公园的第一排 而且是面临两个三十米道路的脚地 那再加上这个附近 有非常大型的商圈 最重要的是这个凯越饭店 目前在台湾大概只有台北的军越 那接下来就是高雄的这个凯越饭店 对于这个未来的住户的 整个生活品质各方面的一个尊容感 也会有大大的提升 我想这是这么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产品 的确值得带大家来收藏 现在的北高雄在科技廊道带动下 可以产生半导体护国群山的聚落效应 在这可以利用房价低机器的优势 布局美术馆顶级的第一排 让您看见不一样的高雄新风貌